6月6日,在我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,发言人华春莹在有关美军证实派B-52轰炸机去南海空域飞行相关问题上,回应称给美方几个忠告。 1.美方必须停止炒作,所谓中方在南海军事化问题,不要再睁眼说瞎话。 2.停止在南海地区寻衅滋事,因为美方必须明白横行是有风险的,碰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 3.中方不会被任何所谓军舰军机吓到,只会更加坚定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,捍卫国家主权安全,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。 根据美国空军此前的消息,两架B-52H战略轰炸机,于6月5日,再次飞越我南海空域。 据报道,6月4日,美军两架B-52轰炸机,从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关岛起飞,前往位于印度洋迭戈加加西亚岛的军事基地, 进行所谓的例行训练任务,途中经过南海空域,紧接着在6月5日,美军轰炸机又从别戈加西亚起飞,再度飞临南海上空。 在短短10天之内,美军B-52已经至少三次飞越南海,其密度和频率都实属罕见。 美军B-52飞机是一款服役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战略轰炸机,无论是气动外形和飞机性能相比战斗机都丝毫不占优势。 中方海军航空兵的苏-35兼11BH、苏-30MK在面对B-52H时,都能轻而易举占据上风,但中方目前的表现都是极为克制的,而且五角大楼口口声声的自由航行,在南海并没有任何商业运输船只遇到类似的问题,因此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一个借口。 如果五角大楼持续将中方的克制当作软弱,则无疑是判断错了局势,随着我国力增强,军力增强是一个自然的结果,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在国富民强之后还装备沉静落后的军备,相比美军在关岛和叠戈加西亚的基地规模,中方在南海岛屿的军用设施更多的,还是为了维护海上安全所需。 此次我发言人及时发声,将美军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是非常及时。